这个东西我就不评论了啦 好 拜拜 被党内同志游淑慧发文案批 国民党立委郑立文才说不评论 却马上折返现场 像淑慧都已经公开讲 不顾党内寄出党记说 不可以找柯文哲来站台 都还要千方百计的 想要去跟柯文哲同框 这像话吗 游淑慧加入侯伴后 马上用脸书发文炮轰 最近党内一些先进的言论跟行为 让他瞠目结舌 政治这条路 如果总统高踩低 趋吉避凶 就太算计现实了 被解读批评的旧事 开出换猴第一枪的郑立文 侯友宜身为我们的主帅 原则应该要重心拱越 但是我们一直让他一个人独自作战 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总统大选 游淑慧现在说侯友宜该被重心拱越 但半个多月前 他才说想找柯文哲同台 看似想蓝白通吃 国民党因此祭出柯文哲条款 现在加入侯伴 画风突变 起码先做到同甘共苦吧 尽力而为 而不要一直在站着讲话 不要疼 我不知道他在说谁 因为我也没有捧高踩低 大家都快急死了 请告诉我 现在党内的危机 党内支持度垫底低迷 要怎么办 当初第一个要求 竞速征召侯友宜的郑立文 连日疾呼党中央换侯 先前说想蹭磕的游淑慧 现在到侯伴帮忙辩护 侯友宜选情低迷 让党内同志立场滚动调整 也滚出火气来 三立新闻 李维廷到我们就应该报道